今天画一张人物小品,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风格了 上来我们先画头像,头像最难了 先把最难的解决掉,省得简单的都画完了以后再画难的出问题 就毁了整个画面了 我先从眉毛和胡子,先从毛发开始 主要是给它定位 这样画起来相对简单一些 如果我们上来开始画五官 因为五官它比较细致,很容易掌握不好 我们先从大处着手 它的眉毛和胡子比较夸张 所以我先从这一些比较大的笔触开始 然后再画小的,先画大,再画小 先画整体,再画细节 控制住这个头像之后,如果我们感觉到画的还不错 后面就有自信了 画后面的时候,心态就比较平整了 人物小品画,一般笔墨不是特别多 要求概括 而人物又是整个画面的主体 要想画好国画人物 动态是第一位的 就是它的动态 要夸张一点 动作也要好看 不是随随便便画一个动作就可以的 一般我们选择戏曲里面的动态 大家平时看戏曲会发现很多人物的动态都非常好看 按照戏曲里面的这个动态画 一般不会出大问题 当然戏曲的这个形态是一个小参照 不是说所有的动态都要画成戏曲的 有些动作也不适合入画 一个画面要有主有刺 既然人物是主体 后面的这些竖枝要简单一点 相对来说虚一点 用笔流畅大胆 这些竖枝里面要有变化 有粗有细,有大有小 有重有淡 现在点一下墨 这些墨点也是有大有小 我用的这是牡丹红 大家也可以用胭脂 也可以用鼠红 脸我用的是褶石 加了一点淡墨 现在我用的是花青点了一下 这是干后的效果 这张作品 虽然画面比较简单 但是不容易画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试一试这一张 它们可以试一试